很多人覺得 真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如果不完善選舉制度的話 很有可能 我們看2019年 香港相當大的一批 反對派當中的 立法會議員 選舉委員會委員 區議員跑美國 要求美國政府 由於香港的反修律風波 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 接著勾結美國 利用反修律風波 一方面撈他本人的政治本錢 有些人有他自己 一些政治商業圖謀 那麼接下來 要是我們不完善選舉制度 恐怕下次 選舉委員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區會選舉 他們還會連任 所以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一個對我們整個 現實安排的一個衝擊 我們可以解決一些 由於選舉制度 現存一些漏洞 出現一些政治問題 也就是說 立法會裡面 我們是愛國者 愛國愛港的人士 主導立法會 選舉委員會 還有新長官 選舉或在裡面參加工作 在另外一個層面 除了我剛才說 有些人勾結美國 針對自己的國家 針對香港之外 我當特首的時候就遇到很多 往往特區政府 有一些市政的主張 有政治上不是很大爭傲的一些 比如說議案或者財政預算案 或者是要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 等等被他們拉布 然後立法會的秩序非常不好 我當時選長官的時候 我曾經有起事件 就是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拿一個玻璃水杯 率先我這個講台 接下來都是 永無靈異的一些體現 現在有兩個入口坡也試過 要遇到一口坡 而是有一個材料 使用機器 公司 同一人 我有一個 總之 在這位 上 剛才 他 在這位